大家好,我是豪哥 前几天我说了一些目前所了解的一个情况 遭到了很多共识者的一个质疑 当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友们的认可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我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平等的会员 都拥有的这个知情权 但是本人从来也没有表述过 狗不会回来,狗不会开的这个言论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或许本人的一个表达能力 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 让很多的一些共识者理解错了 在此我也只给那些 就是只爱听明天会开网的这个大神们 说一声对不起 我没有跟着喊口号 没有让大家在这个宁静的期盼中等待 我错了 我如果也只跟着喊口号 说年前一定会开网 我已经垂过了 我相信这一声就不会有嘛 因为随着大流 只有发出不一样的身心 可能才会打破这个宁静的一夜嘛 有的朋友说 我是真假豪哥 说我装神弄鬼 我想说的豪哥没有什么真假 我不是三立的豪哥 我是上海豪哥 三立豪哥 我们互相都很熟悉 都是爱喝白酒的豪爽之人 那个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 我就觉得是好猫 三立豪哥也好 是上海豪哥也好 和中卫一样 都只是一些普通的一个PT会员 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十字柱 只是作为自己 想得到一些真相 通过一些人脉关系 对不对 这个给自己 给大家找到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 难道这也有错吗 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千真万确 政府跟咱们这个PT 应该也不能叫了 这个是真的合作了 至于是怎么得知的 这个无需多问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脉 外面的消息也挺多的 但是无风不起浪嘛 所有消息里边都会参查一些真实的东西 至于是不是掐头去尾 这种断章取义啊 那就要看自己去辨别了 但是在推出的这个时间啊 也就不用问了 没人知道 因为目前能让狗回来的唯一办法 也只有等我们的这个数字货币这个发行 但是能决定的这个人啊 我觉得咱们国家也只有这个一两个人 就算你这个关系通天 我相信也没办法得到真实的一个 肯定的一个时间答案嘛 国际钱包呢 有很多家 我可以肯定的一点 是我们是其中一家 我们国家的一个分割 不会让一家独大 有这个国家就自己的银行都有好几家 何况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脉 与各国支付的一个结算工具呢 对吧 这个一家独大 如果说出现问题 那可基本上是不能弥补的 啊 呃 还有一个友情提示一下 就是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安静的等待过程中呢 不要去做任何项目 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这个项目呢 它不是说真与假 啊 是圈钱的也好 是真实的项目也好 啊 他 这个项目 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什么叫项目啊 项目就是比如说 呃 你 啊 跟我 啊 觉得有一个方式方法 可以帮大家一起去 这个赚钱啊 然后呢 就起了一个盘 然后呢 刚开始咱们的出发点 那肯定是好的 对吧 啊 这个是不能排除一些 就是别有用心的 我就说正常的一些项目嘛 这个 我们我们这个等于像开了一个公司 开了个公司呢 之后我们这个方式方法盈利了 哎 没错 所有东西展现出来的也都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公司做强做大嘛 但没想到 这个我们招来的老员工 把新 这老员工也赚钱了 我们也赚钱了 他又分享给家里人 把家里人跟亲朋好友都拉到我们公司来一起赚这个钱 但是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 变故 这个我总觉得有以下这个几点啊 大家可以听听 对吧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第一就是 合伙人之间呢 他们可能是 一看这个模式能赚钱 然后呢 这个人心经不起考验了之后呢 别有用心 其中一个股东 他们几个就撤股了之后 另起炉照啊 这也就是看到 为什么外面有很多 怎么又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盘子出来了 啊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还是我们去参与那个 对吧 这是第一点 啊 然后让原有的这么一个 挺挺持续发展的一个公司呢 一下子倒掉了 因为撤资了嘛 或者里边内部的矛盾 这个不能排除 对吧 第二点呢 就是 你这个模式赚钱了 那 跟你接近 或者有利益挂钩的一些 这个 公司 啊 竞争对手 那他们这个一看 你把他们的奶酪动了 把他们翻完抢吧 那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也是一些很正常的手段吧 这个时候就是不是看谁的会员量大 而是看谁的背后的这个这个这个支持者这个后台硬嘛 对不对 就就真正是凹手腕比拳头的这个时候呢 谁拳头大 谁有老大 那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这个自己背后的一些力量啊 自己的一些手段来打压你 对吧 后来这个你们所做的这个项目啊 也隔屁的 这个也很多 啊 还有一种呢 他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一开始 他就是别有用心 就想把大家往这个坑里带 然后呢 把自己口袋装满之后呢 就撤了 对吧 所以在咱们根本就是辨别不出来这些东西到底哪个真哪个假的一个情况下 何况这个狗狗一关了之后呢 大家都日子非常难过啊 包括我也是 我也是一个说哈用户啊 在这个狗狗里边这个也不谈了 反正现在也是努力的只是让自己这个活下去 每天反正想办法让自己去这个吃顿饱饭啊 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心愿 至于这个你要说是 什么时候开网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机会 但是呢 这也是是个人一个推断吧 因为有这方面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呢 咱们这个冬奥会啊 这个预售票 这个 它是在三月份啊 今年的这个三月份 三月份时候呢 如果说是 呃 售票的这个国际支付的这个场景啊 是用咱们的 那我觉得在三月份之前啊 开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选择投资PT嘛 也不是 大家都都是那种投机者 对吧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就是 真正的去呃 作为一个这个 了解过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态啊 非常完美 对不对 然后项目方也是真心实意的 想把这个事业给搞大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查到了任何的一些东西啊 资料啊 然后才才肯这个倾家荡产的这样的去投入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个支付速度啊 不管就是我们在外国开这个共识大会啊 这个每个国家互相转账啊 他都秒到 所以他这个技术是非常强 但是呢 技术 这个就是国家合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为什么呢 就是你的技术那么强的一个情况下 而且国外呃 这个已经是开支散业 172个国家拥有会员 可能当然了 有些国家可能也就是十几个人 对吧 但是你不能排除你这个这个撒网的那个面积管啊 所以这两点啊 让那个合作的是一个先决一个条件 但是呢 这个项目方还是归项目方 因为我们之前我没有说过这个咱们的一个币啊 不能回来 本金是绝对是要给大家的 因为这个东西 呃不可能把事情做那么绝那么难看 而且我相信咱们项目方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项目方啊 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 但是呢 他可以在这个 比如说给我们进行一些 这个发收益的时候 那这个就要凭他们的良心去发了 那怎么样 这个发 是几号开始发 对吧 以什么一个价钱来发啊 他里边都可以做一些文章 对吧 如果说是 他统一的 按照官网之前的一个价钱 来进行给你结算收益 跟你现在的这个价钱啊 那肯定是天壤之别啊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这个看待问题啊 千万不要去死砖牛角尖啊 还有某些大神啊 一听我这样说了之后 当时就一下子就是有点急了啊 就觉得啊 我们这个就算是等到那个开了之后 钱也没了 不 钱是有的啊 这个本金绝对是有的 然后呢 至于收益这一块呢 那个项目方 人家毕竟有话语权嘛 对吧 这些东西你 你本金也给你了 而且是你充了 一个比特币 我还你一个比特币 现在你已经赚钱了啊 给你 你充了十个以太坊 已经给你十个以太坊了 对不对 这个我都是按照币来给你结算的 我没有按照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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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东西给你结算 对吧 没有扣扣你本金 不是说你人民币当时我买了这个一百万 我现在我还给你一百万 其实你已经是赚钱 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 他在收益上面做做文章的话 大家也睁之眼闭之眼 对不对 人性 我觉得也就是这回事嘛 啊 很多人这个首先必能回来的前提下 他肯定是在考虑这个别的问题嘛 对吧 自己本金回来啊 贷款的把这个贷款全部结清 黑乎的啊 把自己先洗白啊 暖宝私盈欲 万恶盈为首 等你吃饱了 穿暖了 那你才会去想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对吧 人心不如舌吞象 那也首先你要有有点东西吃进去啊 你吃你什么东西都没吃 你一口想吞个大象 你这个也没这个想法 对不对 所以也大家也不要去过于去那个担心这一点啊 本金不会回来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价位啊 这个币圈的一个价位啊 大家有时候看到 哦是不是长得很高了 它会不会再跌下来啊什么的 跌肯定还会跌一点 但是呢 你们如果说是这个进入币圈比较早的 你们应该会了解到 它每次减半之后呢 都会大涨 但是呢 大涨之后呢 它还会慢慢的跌 对吧 到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底下的一个位置啊 但这个位置呢 它肯定是比往年要高嘛 对吧 它比如说现在这个涨涨涨啊 从从几千啊 涨到了目前的四万 但是它跌跌跌呢 它不会跌破这个一万五一万六的 对不对 它 还是会站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 我想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波涨是还没结束 你不要看它这两天跌了一下 因为 我就跟你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现在我们是在冬天 对不对 可能有几天 会 这个 暖阳 啊 有几天 可能温度又下降了 但是 这个影响 你去秋天的路上吗 你去夏天的路上吗 不影响啊 因为 大的方向 它是不变的 它还是往上涨 但是 你要去觉得自己啊 懂 懂得这么一个规律啊 你 你要去做合约 你要去玩杠杆 我跟你说 你死多远 这个 都 都 都 不 不为奇 因为 你根本就是 没有 这个 懂得 只是盲目的 想去赚一笔 在你任职以外的钱 你是永远赚不到的 啊 我不建议大家 现在这个 玩合约啊 或者 你 可能有些人 他还有点闲钱 不像我们 啊 天天只是为了 一日三三而奔波 但是呢 我希望你们 有这个闲钱 你们 可以去囤点币 哪怕是定投 这个币价 永远是攀高 但是呢 这个钱 一定要 保持在自己 不急用的 一个情况下 比如说 哎呀 我信用卡里边 拿出来 这个 五万 十万的 我先放进去 等到我下个月 要还的时候 我是不是 这个币价 能涨点 然后再 把它拿出来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玩了 因为 这个 保证不了 你下个月 你还信用卡的时候 拿出来 正好是涨的时候 对吧 这个 也有可能 让你蒙对了一次 尝到甜透了 比如说 你去澳门赌场 第一次 这个 赢了点小钱 哎呀 你就觉得 这个比这个 工作啊 什么的 要赚钱轻松多了吧 那好 又又又去了 又 让你赢了点钱 那你更得意了 对不对 人不是 人性都这样的吗 那第三次 稍微输点 啊 你 你就 开始不干了 那赌徒的心理 就出来了 所以千万 不要 冒这种险 咱们现在 就是 安安静静的 耐心的等待 只要 这个 知道 是真正的合作了 而且 这个 狗会开 而且 必会回来 那也就够了 啊 但是 呃 不要去 再研究什么时间了 因为 如果 按照这个情况的 前提下 大家要有一个 最好的 最坏的一个打算 思想准备 就是 不要 期望着 年轻能开 现在 那天我说话 其实 也只想告诉大家 就是 呃 不要把期望 放在这个 年前 一定会开在上面 啊 先把自己的日子 过下去 啊 穷嘛 就过个穷年 富嘛 过个富年 对吧 疫情那么严重的 一个情况下 咱们只要身体健康 这个 能 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活着 等到狗狗 开开 那不是就可以了吗 对吧 咱们 何必要去绝望呢 现在我们 等待的是一个 啊 等待的是 怎么说呢 我们等待的是一个 美好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个 就是 医生跟你说 啊 你得了癌症 你回家去 等个三年 啊 三个月 半年 啊 可能你就要离开了 对吧 这是一种 等待 但我们也是一种等待 我们等的是好的 啊 我们等的是以后的财富自由 啊 人生的巅峰 就是前面 所有的冷眼 和嘲笑 我们都可以去翻盘 我们只要等待 这一天 对不对 这个 我们 现在 能受的 这种胯下之路 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 会找回这个场子吗 那何必去纠结 什么时候开呢 对吧 先把自己生活 过得 好 那才是真的 人活的一辈子 其实不是 只单单的 为的是 这个赚钱 对吧 啊 也不是为了什么 而是 来到这个人世间 你就要活出你自己 活出 你自己 本来的一个精彩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 不能说是 啊 给这个世界 创造一些 多么大价值 但是 你在 走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自己只要 觉得 无憾就可以了嘛 对吧 所以 啊 今天也 不跟大家 多说了 反正 我 我也不太爱语音 啊 之前 我说话嘛 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群里边 对吧 因为 我要为我自己的会员 这个 寻找真相 大家都是 啊 相信我 才进入这么一个大家庭的 但是我也把 大家这个 带的 里边 我现在也不知道对与错 可能开网那一天 我才会真正找到答案吧 啊 反正啊 我跟这个 被我带进PT的这些朋友们 说一声 对不起 啊 希望你们自己去衡量吧 啊 行 那 谢谢大家 啊 我是上海豪哥 谢谢大家